观众朋友平安 欢迎收看TBS新闻大白话 我是王浅修 首先介绍这一节 加入我们讨论最新话题的来宾 第一位是资深媒体人 谢函彬 彬哥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海北市议员张思刚 大家午安 资深媒体人战后知 大家好 这个话题当然大家关心 到底柯文哲生日过后 到底会出事吗 最新所爆出来的一件又一件 其实虽然案情金额都不见得算高 但真的都有违法的疑虑吗 例如这个最新是由资深媒体人 康仁俊所爆出来的 连上次不是那个演唱会 KAP演唱会在选前办的这个演唱会 获利的77万元去向不明 为什么不是这个既然是获利 申报为捐款 募款等等的这个项目 而是进到了所谓的募可公司 来直接接收 这个账目是不是有不清的地方 甚至去向不明有没有疑虑 还有报假账 也就是说申报竞选经费上面 出现了大概2024中大选当时的政治现金 申报重大的瑕疵 这个瑕疵几笔算一算 大概有916万 其中相关公司都还直接申报 对外讲说这个不是 申明说我们根本没有收到这笔钱 我们也没有跟他合作过 那现在问题就来了 这个负责的会计师是谁 是过去民众党的中央委员 而经手账目的人知不知道钱怎么安排 哪里去 尤其是刚好幼市之前的端木正 过去的中央委员有没有问题 那当民众党发现人就赶快回应说 这个人是三月份递捕中央委员 没有多久 就个人因素请辞了 就以这样的理由可以切割得开吗 那黄珊珊回答是说 账目发现这样的错误 他认为是很严重 蛮严重的问题 所以不应该发生 好 先道歉 然后接下来要去解决 因为怎么会离谱到 让厂商都公开的声明说 我根本没有收过这样的款项 那单据在哪里 这个单据就是关键了 如果拿出来的单据 是明目不服的 人家没有收 却是对方的公司名称 那真的就伪造文人书的 这个案情就跑不掉了 那柯妈妈在媒体受访的时候 出来讲话了 他说我相信 柯文哲是亲爹的 要挖鼓走就挖鼓了 还不如写民进党 把自己内部的人的问题办一办 明明有问题都不办 里面的人有试多少 没试多少 难道不知道吗 尤其他这时候突然赞美起了赖清德 赖清德大概是民进党里面 少数没有贪的人 人看起来嘛 老实 老实 担任台湾市长的时候很认真 是在帮儿子留条后路吗 林秋虽喊 因为这一连串的事情里面 包括了陈佩琪 在脸书的发文 然后成立人头公司这件事情 都成为重要的瑕疵 陈佩琪已经公开说道歉 没有法律的相关的常识 当然只是想说 我退休可以帮先生的忙 所以先开了个店 用别人的名字 店面不好找 所以才把地址设成党部 没有想到违法 那已经撤销公司了 林秋虽在帮他讲话 相信陈佩琪本来不知道自己犯法 现在认错 跟柯文哲完全不一样 他指的是这几个管帐幕 或者是三大案在市府期间 他说他是真心挺安 出了问题 值得同情 那么办法同情 当然也有这个馆长痛骂说 这样很没有常识 但生日过后开始被算帐 高宏安十一万判七年 郭正亮 亮哥认为说 如果不是内部有人知道这些事情不满 才会把资料外泄出来的话 根本不可能外界知道这些资料 因为太细了 帐幕的不符 有太多的细节 一定是所谓的深水区 内部的人才知道 所以当这个假帐 有知情人士公开还要再讲 说新的料 这个料是什么 民进党现在刻意制造 要抓内鬼大可不必了 因为内鬼是谁 这个报导有人就说 根本就是黄珊珊 李文中吗 而木可公司是不是跟李文中也有关系 这个是报道的内容 是不是这样 当然就进一步要来追查 上报这一则的标题有点狠 标题叫做 柯文哲跟土城的距离还有多远 这是根据陆委会委托 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的民调说 民调 这个大概7月底 那一周所做出来的民调 跟现在这个发生的事情都不太有关联 但是这个民众党支持度 已经从16.8个百分比 调到了6.2个百分比 这个三大案 台治科 北市科 金华城 三大案进入司法程序 已经六个被告 又有前面提到这么多的这个瑕疵之后 所以大家在讨论 这样以后6点半上班 还7点半上班 恐怕不知道在哪里了 柯文哲跟土城的距离报道里面说 在于有没有良心而已吗 900万刚刚讲到了 这个损取经费的申报不实 去向不明 可能不够清楚 只是瑕疵吗 因为目前柯文哲还有这个党部的回应 都是一个小瑕疵 但重点是很多的小草 选择支持民众党柯文哲 就是因为不像蓝绿两党讲求背景 或者是企业财团这样的赞助 相信之下 账目清不清楚是重要的 宾哥 柯文哲最近这一连串的被攻击 其实好像在大家意料之内 好像早就被点名 他就是下一波 只是这个案子一件接一件 看起来很多是来自于 自己内部的管理跟申报不实 这个很明显是他们自己内部出现的问题 其实第一天那一个 当初他跟这个 就是他的这家公干公司 什么 木可公司的时候 那个账目就看得让人家觉得非常奇怪 怎么会有 你自己本身就是候选人 然后你委托一个公关公司 结果你居然还要给他授权金 这超级奇怪 那当然民众党的话有解释说 这是一大堆什么其他费用 只是概括用这个名称称呼 但他还是很怪 老实讲 他那个解说还是让人家听不太懂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倒过来了 是啊 怎么是候选人给人家一千三百万呢 你怎么样也是别人要给他 给候选人吧 怎么会是候选人去给这些公关公司 这听起来超奇怪 那人俊爆料这些东西就更离谱了 因为人家根本没做你这个生意 结果你居然说他有做 对 然后还把杖机在他头上 这个我老实讲 这个是犯法的 当然 这是犯法的 这是很严重的犯法行为 那我也觉得很怪 如果说单纯只是一个错误 疏失的话 为什么这些公司会选择找媒体爆料 大家不觉得很奇怪吗 因为正常的话这些公司其实 我相信他们过去跟柯文哲之间 交情是不差的 所以如果出现 他发觉柯文哲他们有去报这个东西 这些公司如果觉得很奇怪的话 应该会直接去跟民众党联系 就说你们这账是不是做错了 我们没有做你这笔生意 你怎么可以报我们这个东西 那就要求他们立刻改正就好 那为什么没有做这个动作 反而是直接 去爆料呢 这个不是有点怪 还是他们已经跟民众党沟通过了 可是民众党根本不想理 不知道 这个就有问题 如果是这样就更严重 那我必须说 柯文哲身边永远不乏一对猪队友 他的猪队友 其实最基本的班警 就是他妈跟他老婆 我老婆讲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真的 说真的我是记者 我如果现在还在线上 我也很喜欢去访问柯妈妈 因为他有问必答 然后每次都有惊人之语 对我来说我做的新闻很好做 可是他妈妈每次讲的话 几乎都是 在让人家听个提心吊胆 在帮柯文哲弄更大的坑 然后他老婆也不遑多让 他老婆直接在里面上发说 我有犯意 我有犯意但没有犯行 你到底知不知道 对法律名词真的是不够精准 有犯意比有犯行还要严重 你知道吗 你陈佩琴你到底知不知道 你自己在说什么 我跟妳讲连馆长都看不下去 馆长就叫他闭嘴 最好闭嘴 因为你到底在说什么 你晓不晓得 其实林佐水谁说 他是在帮陈佩琴讲话 他是借由捧陈佩琴来算柯文哲 超级明显 就是说他刚才告诉你 我相信陈佩琴 真的不知道自己办法 那可是相对在意思在讲什么 柯文哲一定知道自己办法 对啊 他的意思就是这样 但是现在这到底是 又类似MG149一样的便衣形式吗 还是这中间真的有一些犯行 因为我不知道 以照理来说 柯文哲的账应该是三个候选人 最好做 因为他都是小额捐款 人家募捐过来进来 所以根本没有任何问题 你就直接 你花了多少钱 就报多少钱就好了 就这样子而已 那为什么要去搞这些奇迹怪怪的东西 要去开这种假的明目 到底为了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 这个恐怕会牵涉到 会让民众党整个根基动摇 我讲实在话 民众党千万不能小看这件事情 我希望柯文哲 也不要说什么 只是个错误或怎么样 我们要赶快改正 不要 你应该直接立刻自己召开记者会 把端木正 这些所有当初经手的会计师 全部找来 逐项说明 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个账 如果没有把他说明清楚的话 我跟你讲 土城找安跟土城找科 我跟你讲 都不是不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我真的觉得民众党自己 真的要小心谨慎 不要再大意 是刚刚在三大案 目前的调查小组 仍然在议会进行当中 现在司法已经有部分 成立一个单独的案子 要约谈副市长等等了 你们怎么看现在 接下来的发展 我觉得这个事情 非常非常的严重 你说这个政治人物 在选举的爆章上面出现一些 非常低级惊人的错误 我自己做过幕僚 我自己做过候选人 这个竞选经费的核爆 因为一层一层爆上去 难道这个过程里面 没有人发现到这个问题吗 再来我很好奇的是 那这900多万跑去哪了 如果那三家公司 没有拿到钱的话 那900多万是爆到 其他人的手中 还其他人的公司 还是一样 他们最喜欢讲的大水库理论 通通到我这个水库里面去 然后通通在里面爆帐 那这种便宜形式的作风 其实非常非常的可怕 帐幕啊 那个资料是什么 单据拿出来啊 而且单据 那就可能有伪造耶 对啊 好可怕 就牵涉到伪造的问题 因为那个木口公司发现 他没有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去报他 而且还不先跟人家讲一声 我这300多万要报到 要报给你的时候 我还不跟人讲一声 我就直接报到你 被报那家公司 还有税的问题耶 除非是很熟悉 对 你熟悉的人 我大家OK 知道 你可能一些迷目上面 要大家帮点忙 OK 那就先讲好嘛 我什么事情报到那边 但是拜托你要作假 要出货证明 你要那个程序SOP 都要对好不好 单据都要对 因为监察院也是会抽查的 会抽查到这一笔 像去年我们的选举的时候 我们就有被抽查到 那我们就一笔一笔 他就问你这些情况 情况如何如何 然后一些小地方 他告诉你什么地方 要去做一些改正等等 所以这东西不能够小看这件事情 你在国外 在日本 在德国 这样政治人物是马上要下台 马上要辞职的 没有什么硬拗的空间 但我觉得很可惜 就是民众党这两天的回应 都感觉好像不清不白 然后语意非常的模糊 感觉后面好像藏了一个猫腻 对 好像有个猫腻 好像被大家压到了一件事情 其实讲不清楚 我觉得这种第一时间的反应态度 我觉得让大家对这个的信心 对柯文的信心崩盘 更何况 我这个目前的三个案子里面 精华成本的案子是被讨论最多的 被讨论最多 因为包含容纪律等等问题 大家看彭政生8月20号去议会的时候 到底会讲些什么东西出来 到底是像一些人说 把这个问题推给柯文哲 还是他怎么去解释整个决策的过程 总之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暴错账的事情 可能会比金华城或北市客等等的问题 我觉得对民众党对柯文哲来说 更为有致命的伤害 你到现在是选举 还有人敢捐钱给你吗 大家会说你捐钱给你做账不清不楚 不明不白 但大家会说那我钱是到谁的口袋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可能这种强烈的震撼 恐怕不下于宋楚瑜当年的新票案 因为一个案 因为一个账做错 我跟讲全部都是错的 这个还蛮 这个信心的问题 信任度的问题 或是大概前两个礼拜 柯文哲在一个直播里面公开 他自己也承认 的确在年轻人的选票支持度上面 他感觉到民调 他们自己会调查 好像在流失 他比较主折在于说 国会改革方案民众党的受伤 现在可不只是如此 这个民调出示 恐怕是连柯文哲本人的受伤 会更为严重 这件事情当然是严重的 今年7月19号 那个家院财产申报出来一个隔天 柯文哲讲什么 他说国民党竞选总总只花不到2亿 民众党只花5亿 你们相信吗 一群骗子 那你现在告诉我谁是骗子 那我刚刚在电梯里面跟司刚 司刚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第一个我们平常选举的时候 只有听过以多报 以少报多的 以多报少的 就是说我们已经花了5亿 我不敢按资料花那么多 所以我报个3亿 因为然后剩下的自己想办法去cover 因为选举总是钱不够用 以少报多的很少见 我讲一实在话真的以少报多 以少报多很少见 早期的那个很早 比如说宋楚瑜新党那个时代的时候 捐钱捐到封掉 他们可以说 我结余一大堆那种状况有 现在这几年选举 你告诉我有几个 连都会区的很多人选举都不够用 即便包括台北市议员或台北市的立委 很多人都是不够用 必须要另外自己去找钱 不能完全靠募款 所以你有本事以少报道 柯文哲当然去年捐取 卷起了一阵旋风 小草很认真的在捐钱 但问题是说你现在的状况 不只是以少报多 你不只是有节余六千多万而已 你居然还有钱 可以跑到不清楚的地方 那这个钱我就问 你单去哪里来 刚刚石刚刚讲的钱去哪里 那石刚刚讲说 有可能是下面是能上下其中 我认为那种可能性很低 讲一实在话 因为选过局都知道 第一个就是抓钱 因为权会不够用 所以那个钱一定要是非常非常轻信的 那你说底下人上下其手 突然有一个管钱的人 人家五百万给你 然后你用到哪里去 只有一张单据 你敢批钱吗 不太可能吧 对 你管钱的人 一定是你最信赖的人 什么都可以不抓 钱一定要抓得紧紧的 那这时候钱会批出去吗 所以你说底下人上下其手 他不知情这件事情 我认为几率是低的 因为管钱的一定最信赖最信赖的人 陈佩奇这件事情我要讲一个 就是说 林昨天讲值得同情 我觉得是反讽 讲一实在话 没有人这样干的 陈佩奇不是党员 他也在民众党没有职务 他也说要继续 不是 他可以把一个公司寄到 寄放到民众党党部 你如果高婉茜还是吴梅如这样干 国民党会怎么样 民党会怎么样 高婉茜会说直接我把一个公司 跟他挂在国民党中央吗 底下不翻掉才有鬼 他们现在会出的问题就是 家跟党不分 他们觉得党就是我家的 所以我陈佩奇有需要 我就把这公司放到党部去 登记在党部去 这是一般正常政党干得出来的吗 这件事情很严重 很严重 这件事情很严重 我觉得不可思议 太不可思议了 你看党兴的时候是一样 他站在最重要的最主要位置 跟民众党那群公职 实在在一起 不可能是其他地方可以发生这个状况 还是大选时候你说 富人排上来在那边就算了 不是选举 党庆 你到底什么身份 你们家的问题 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 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们家跟党 完全搞不清楚嘛 所以你们的帐 也是原项才会乱七八糟嘛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祝的安全 活得平安 一人一点力 爱就大无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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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